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带大家磕躺了 近日 大江大河3正式开机 该剧是由王凯 杨硕 董子健等主演的电视剧 是大江大河系列剧的第三部 讲述了1993年到2000年间 宋运辉 雷东宝 杨勋 杨思深等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经历了风云变化的时代 大江大河系列剧的魅力之一 就是他的演员阵容 王凯 杨硕 董子健等人都是实力派演员 他们在前两部中 江宋运辉 雷东宝 杨勋等角色塑造的栩栩如生 深受观众喜爱 大江大河3中 他们将继续出演 延续前作的风格和气质 大江大河系列剧的 另一个魅力 就是他的剧情 改剧根据阿奈的同名小说改编 小说共有四个部分 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大江大河三江讲述第三部的故事 即1993年到2000年的时期 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激烈时期 在这个时期 宋运辉 雷东宝 杨勋 梁思深等人 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他们的事业和感情又将如何发展 都是令人期待的看点 大江大河系列剧的最大魅力 就是他的时代感 该剧以改革开放精神拍摄改革开放题材 描绘了一个个体成长 恰如其分的编织近红阔的时代格局的故事 展现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中的奋斗和变迁 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大江大河三江继续这一风格 在线1990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风情 让观众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热血和激情 总之 我认为大江大河三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电视剧 它将为我们呈现一部精彩的年代剧 也将为我们带来一段难忘的时代记忆 我很期待大江大河三能够早日与观众见面 让我们一起感受改革开放的力量和魅力 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二是一部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讲述了一群画工人的奋斗故事的电视剧 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精彩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 剧情紧凑 人物鲜活 这部剧从1978年到1992年 跨越了十几年的历史 展现了中国画工业的发展变化 以及主人公们的成长历程 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动机和目标 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 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剧中的冲突和矛盾也很合理 不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而可以安排到 而是源于人物的不同立场和选择 第二 演员表演出色 服装道具精致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很强大 有王凯 杨硕 董子健 杨子 陈道明等实力派演员 他们都把自己的角色演绎得很到位 让人感同身受 剧中的服装道具也很细致 反映了不同年代的风貌 让人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第三 主题深刻 寓意丰富 这部剧不仅是一部画工题材的剧 更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剧 关于创新创业的剧 关于理想信念的剧 关于爱情友情的剧 它展现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奋斗 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革和挑战 它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困难 也让我们思考了改革开放的意义和方向 它让我们感受了人性的光辉和阴暗 也让我们体会了人生的苦乐和起伏 它是一部让人感动 启发 思考的优秀作品 总之 我觉得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二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 它不仅给我带来了视觉和情感的享受 也给我带来了知识和启示 我对这部剧的制作团队和演员 表示敬佩和感谢 也对这部剧的援助作者阿奈 表示敬意和赞赏 前段时间谭松韵和王凯主演的电视剧大热 不少网友也期待着两人的再次合作 这次王凯的新剧因为档期原因 可能不会和松韵有新剧 也是十分遗憾 毕竟这俩人实在很配 相风而行主要讲述了 王凯饰演的飞行部副主任 顾南亭和谈松韵饰演的 新掉来的科技新手机长程肖 意外成为上下级关系 并在一次次的摩擦中相互理解 相互成长的故事 虽然简单看来 这又是一部军旅电视剧中常见的男女主 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但剧中除了爱情线 还有很多飞行的故事 比普通情感都市剧内容要丰富很多 据悉在拍摄这部剧时 为了让剧情 尽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剧本 剧中场景也都是设置在真实场地 主创们不仅采访了航空从业者 并与他们沟通交流 与此同时也亲身感受了该行业通常的工作流程 王凯饰演的男主顾南亭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航空人员 不仅严格遵守各种飞行标准 尤其是面对突发事故 首先考虑的是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所以顾南亭在面临台风降雨影响的时候 选择了绕行 然而同样的问题 到了女主承销身上就大不相同了 作为货运的机长 承销面对突发情况毅然决然选择避赢破降 虽然最后没有危险 但这样的行为还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这也导致了男女主的第一次冲突 因承销的自作主张 使其直接被降格至客运部门 并剥夺了他飞行员的身份 做起了观察员 顾南亭则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两人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承销勇敢且足智多谋 当面对乘客对空姐的不礼貌行为时 他不仅懂得安慰同事 还假装自己取得了乘客的指纹 让他们不得不道歉 同时 他还可以记录和保留证据 既聪明又机灵 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面对如此热烈的事件 满腔热血的的承销 打算立即报警解决 但当时飞机即将起飞 如果报警 整个过程都会被耽误 所有乘客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浪费 但承销不顾一切坚持报警 最终 虽然乘客被警察带走 但代价是航班取消 飞机上所有乘客都要为承销的不计后果 付出代价 还有剧中衍生出来的小细节 王凯和谈松韵绝对有戏 谁说王凯拍吻戏从来不张嘴的 这不是还得分人吗 自从电视剧《相风》而行完美收官后 凯凯王与谭松韵这对难得消停夫妇 就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王凯对谭松韵这位女演员 与之前的众多合作对象感觉都不同 而且松韵在公开场合表态的信息量也好大啊 大家不妨去戏品一下就能发现 王凯以前打击绯闻特别雷厉风行 谭松韵以前也是最避嫌系外操作CP 但两人这次在央视的反应已反常态 难道真是有戏 主持人很懂事 在现场八卦起了很多人都特别好奇的问题 就是谭松韵能不能根据里的那个角色 也就是现实演员王凯在一起 得到了谭松韵模棱两可的答复 希望吧 看缘分 没有明确拒绝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啊 听到松韵这么一说 更加能感到他们这对夫妇会成 而且还有更区别对待的行为 就是吻戏 王凯在之前的剧组里 因为绅士 所以一直对女演员没有过分的行为 正因如此 一直有被女演员普曹太矜持 他吻戏从来不张嘴 破坏气氛 但是在相风而行的剧组里 王凯对戏特别主动 还没有正式开拍呢 两人就抱着贴贴 那小情侣之间 那股甜蜜静儿就出来了 吻戏更是一次又一次的试谈 这个又强烈又强势的声吻 我看谁还敢说我凯凯王拍吻戏 不张嘴 不投入 破坏气氛 这男人明明就很会呀 特别是在剧组里 凯凯王还会特别巧妙的借题发挥 毕竟 在剧组的时候 两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互相支撑着彼此的重量 有一说一 老帅哥和纯天然甜美的女孩在一起 看着就般配的养眼 再加上两人的演技火花四射 完全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希望王凯谭松韵能修成正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